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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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 Gogo 說好棒的民族 今天民族在台南台下 去看一間冊寶店 那間冊寶店在哪裡 賣單有當作四十年 也會賣的像農民朋友 跟農產品、小東西 或是說是一個大自產自銷的農產品 今天就聽到民族 Q彈在哪裡 看哪間冊寶店 聽說你的雜貨店裡 你要賣了很多台灣南北的雜貨 而且聽說這雜貨店也不一樣 不是大家想像的傳統雜貨店 這裡面賣的來頭都不小對不對 除了你講的南北雜貨 最重要是我們有在地的雜貨 對 每一個的產品也好 我們都很花心思去找 那每一個產品背後都有一個動人的故事 聽說你們還有做網站的行銷 把我們每天新鮮到來的農產品 然後在這邊新華屋這邊 我們每天感受到的一個人情 透過手機的一個紀錄 我們分享出去 真的很棒耶 那我們今天就藉此機會 來教觀眾朋友講客家話 第一個當然就是跟老闆娘 切身相關就是這個雜貨店 對 雜貨店的客家話 另外我們要教觀眾朋友講一整句的客家話 就是用社群網站 宣傳雜貨店 雜貨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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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講得很好喔 雜貨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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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押韻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 今天來到秋月老師的這一間雜貨店 非常不一樣 搜集了南北最棒的這個農產品 重點就是賣在地小農的市集喔 當然囉 我們認識了新的詞 一起來複習一遍吧 來看第一個詞就是雜貨店 雜貨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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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個呢就是網站 雜貨店 雜貨店 第三個我們來學到一整句話喔 來看就是 用社群網站宣傳雜貨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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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透過社群網站來行銷呢 其實是一個非常快速又方便的手法 我們節目也有在社群網站上為大家交課語喔 好 我們下次見 掰掰